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香港有移民潮 雖然特區政府沒有正面面對 不過沒有辦法不承認 BNO5加1計劃 最新的數字 今年的第一季 比去年最後一季 申請的人數上升了25% 我相信這個數字是隨著新的一年 新學年他們要計數 什麼時候跟小朋友去英國 什麼時候才會進入學校 這個數字不會一直上升 可能靠暑假的時候 人們會成行 很多數字出來了 值得跟大家說 一方面是英國自己 一些學校的統計數字 一方面是香港的校長會的統計數字 英國的學校 是否收多了很多香港學生 這個老師是否已經很多人走了 甚至出現很難請人 請不到人的情況 英國有很多不同的學校 一種叫做 Independent School 有一個Independent School Council 做了一個調查 調查什麼呢 調查一些 在外國來的學生 外國來的學生 那個數字 我覺得都值得 拿出來討論 很清楚 在香港來的學生的數目 大幅飆升 有 7300個 香港 中小學 讀這些 Independent School 按年上升 23.8% 而且新生 當然有舊生的新生 新生的升幅更大 接近三成 創了歷年的新高 我覺得這是一個正常的數字 這個Independent School Council 就發表了一個 2022年的報告 就說今年一月 在英國的這些學校總共有 56,000名 國際學生 佔整體學生的數目是4.6% 這是很多不同的學校 有些叫Public School 有些叫Private School 這個就是Independent School 這56,000名國際學生 仍然是 中國大陸去的學生是最多的 有8,000多個 但是跌了 跌了6.5% 因為我相信 在收緊 出去讀書的限制 尤其是小學生 不讓他出去 我相信這個數字 可能一路都會下降 香港是拍得住中國大陸的學生 的數字 7,383人 已經升了23.8% 接下來 是美國、德國、法國 都有 這個在英國 留學的7,000多個 香港學生 差不多超過一半 3,000多個是新生 今年才入學 將近是上升三成 還有一點很重要 他會調查 有些學生去這些學校讀書 是否只是學生 父母也不來 去到寄宿學校 我聽到有些朋友 我心都痛 幾歲大 即是未夠10歲 他放在一個 父母又在香港繼續賺錢 然後就留下他的讀書 可能一年就飛來兩次 看一看他 但因為疫情的關係 可能飛不到 飛不到延遲又延遲 就搞到很長時間都見不到父母 大哥 未夠10歲 雖然這個情況 我覺得 怎麼捨得 但是 沒有辦法 香港 父母為了子女的好的教育 他們 很貴的要付錢 而且 離開父母 缺乏照顧 不知道對他們的成長 有沒有影響 有些朋友說 他很開心 來到這裡 有很多 陪帶子讀書 但是 以往來的也不是正式移民 可能老爸在香港找人做 繼續做事 媽媽來這裡 又或者媽媽來到這裡 不只是陪他讀書 有些工作可以 軟陽 遙控做的 可以見到女兒 有些朋友我認識都是這樣 專業民事 爸爸在香港繼續做事 媽媽在這裡陪他女兒 不過也可以繼續他的事業 現在有BNO5加計劃 越來越多父母都來了 或者是其中一個 父母 住在英國的 學生的 數目都有上升 有 1538人 佔整體留英的香港學生 大概是兩成左右 這個是 很清楚的趨勢 這些 independent school 有很多人 來到這裡 你說得那麼少 為什麼七千多個 那麼大把 當然我講過 英國有很多種不同的學校 如果你是一些 公立學校 一些名校 所謂有近校區等等 不是那麼容易入去 所以 這些independent school 都是非常搶手 現在 教育顧問 9月和10月 才報讀英國independent school的高峰期 今年部分 頂尖的英國私校調整修生策略 到6月的時候已經開始面試 相信 他是想搶先 收到一些比較好的學生 這樣 這樣 就不只是BNO5介入 向來英國的學校 都很受香港人歡迎 這個都 跟英國管過香港 曾經的殖民地有關 以往 你問一下高官 大家知道 他們送的子女出外讀書是有教育津貼的 很多高官去到那個位的時候 拿到教育津貼的大部分 都是送的子女去英國 去英國讀書 殖民地時代也是 主權移交之後也是 你問現在外國外港的高官 為什麼他們很多子女都在英國讀書 或者其他外國讀書 為什麼不會回大陸讀書 一向都是比較多的香港的學生 在不同的學校讀書 今年或者去年更加多 所以去英國讀書的學生 相信會節節常識 這個 一定是 學校又如何呢 中國校長會 發佈了一個結果 去年已經公佈 去年做一個調查結果 田文娟 現在 詳細公佈 那個細節就是 2020年 每間學校 有32個學生退學 平均 平均 成班 有7.1名教師離職 這是12月份的時候公佈的數字 中國校長會就發表成份的調查報告 亦做了一個分析 他說很多學校到現在 貧林學期結束 就發現 空缺很多 空缺很多 而且 請不到人 以往 新畢業的學生 要發成 我說讀教育的學生 要發成超過100封的求職信 去學校 現在不用了 現在不用了 現在反過來 不是人找工 是 工找人 是請不夠老師 請不夠老師 有些人說 現在 移民潮 學生要走 老師也走 有不少的情況 說在飛機那裏 大家都 不會張揚 不會 告訴大家 移民的 很多時候都很低調 可能是 很熟悉的朋友才知道 在飛機上面或者機場上 撞到自己的班主 主任 你又走 是去英國 你又走 是去英國 大家會去哪裏 大家談上來 才知道 班主任 很多這種情況 校長會就說 很多人覺得 這個移民潮 學生退學 老師離職 是理所當然 校長會就問這個問題 每個人都說是理所當然 香港 留在香港的樓下的人 那怎麼辦 學生找什麼人來搞 怎麼算 政府似乎是 對這個問題 我覺得他不是束手無策 他是束手 有沒有拆呢 他是繞一手不理 不理 調查是這樣的 調查是 2020年 的老師 移民是260個 他 自己 報上去說會走 很多人是沒有報的 我相信 是比2019年2020年 升了7倍 升了7倍 現在 真的請不到人 他說未來三年最難請的教師有三種 三個方目 一個就是英文 一個就是理科 一個就是數學科 今年情況是怎樣 未知 今年的情況 近一年的情況 可能會更急 會 現在那個 因為暑假放了 三月 春天的時候放暑假 現在那個暑假 要到 七月八月才完結 所以 會有很多 同學 老師可能 什麼時候走呢 如果同學的話可能已經早早走了 因為要遷就這裏九月 開學 那老師 可能都會有些如果在英國找到東西做的那些 都會 都會這個 早點過來 所以呢 那個離職潮 陸續就會出現 會出現 政府是繞一手不做事 在這個問題上 他 他沒有什麼任何的 去解釋 只是 他整個想法就是 沒有啊 香港一向每一個時期都有不同的移民潮 即使真的有移民 也有移民潮 不奇怪 他走遍全世界 最後都發覺 始終都是香港最好的 最後他都會回來 大家不用擔心 他就是這樣 但是現在 不單止是學校 不單止是教育 各行各業都是叫苦連天 你見到很多專業人士是離職的 而且很多專業人士有離職 移民 他有 有 有幾個優勢 第一個優勢就是 他們是有 有身家的 存到錢的 存到錢的 他帶著成夠錢走的 很多都是 譬如買了樓 即使未供完也有 樓升了值 他都可以套一筆現金出來 他的收益很大 於是他能夠 能夠 儲到不少的谷種 可以過來這一邊 即使 不能夠找到他回政績 又或者找到政績 也好 他自己的本行 收益不多 他都可以能夠維持生活 這就是他們的優勢 第一 第二 是不少的專業人士 包括老師 在這裡找到工作 有很多個案是找到工作 是找到的 雖然人工不高 因為他未完成 資格 即是 要考很多試 才能夠完成 但很多學校 是請老師 周圍都請老師 特別是什麼呢 特別是 數學科的老師 理科的老師 香港 一點都不輸蝕 很多人就是 數學科的老師 理科的老師 在這裡找到工作 小學也有 中學也有 不過 是過著一些 未被認可的老師 那種這樣的教學 人工是少得大節 但是學校 是會 是會 鼓勵你 或者幫助你 你在職的時候去考試 這裏學校很好 他覺得你 可以 他請你的時候 對你有很多幫助 融入這裏 一點都不困難 那我相信 尤其是年輕那些 老的那些很難說 年輕那些老師 這件事就很吸引 來到這裏 如果他喜歡教書 又做回老本行 而且 那個教書的 這個課堂 每一節 香港叫課膽 課堂的負擔 比香港輕很多很多 真是教到人 是做人的工作 不用一邊趕 追進度 趕修讀 學生也是 學習很輕鬆 我主要是講小學 中學都有些公開試要考 都要讀溫書 小學是輕鬆到不得了 他們很喜歡上學 我跟有些 讀小學的朋友的子女接觸 他告訴我 開心到不得了 你在香港的學生 很少告訴你他喜歡上學 很少 回到家做功課 做到死下死下 沒有11點都未能完成 在這裡 幾乎是沒有功課拿回家做的 大部分都是在學校做的 做的所謂project 都是很輕鬆的 我在這裡都提過不止一次的了 譬如 在學校裏面有不同的種族的同學 說新年 印度的新年又怎樣呢 香港的人過的新年又怎樣呢 在不同國家過的新年又怎樣呢 他就叫那些在學校裏面的不同族裔的同學 就回家做個準備 訪問一下自己爸爸媽媽 爺爺媽媽公公婆婆 然後 向同學解釋一下 究竟香港人過的新年是怎樣的 其實有很多個目的 目的就是 讓你維持你的 identity 我的 膚色我的頭髮我的眼睛和你不同 不過 我有我自己的來源地 我自己的生活習慣 我自己過自己的節日 我是為此而驕傲的 我不會覺得我和你不同 我是 低過你的 這個 令到學校裏面構成一個種族 不同種族和諧的氣氛是很重要的 我來到這裡雖然我是要融入這個社會 我是要講你們的語言講英文 我要 適應你們的生活但是 我仍然可以維持 我自己的一些傳統的習慣 我來源地是和你不同的 我來源地既是不同的我要維持我自己的身份亦都可以融入這個社會 這個學校的教育是很強調的 所以學生是 相對是比較自在的 當然你說會不會有 欺凌什麼什麼問題 一定有的香港也有 香港也會有這個 會不會有種族歧視 可能是會出現的有個別的學校會有的 但是 對於種族歧視這個問題學校是非常非常緊張的 我聽到不少個個案 你一投訴這件事他是很認真地處理 非常認真地處理 請大家不用太擔心 當然如果有問題當然要跟 學校講 所以這裡的教育是很吸引的 很多人都是因為這個教育的原因 希望在香港 的小朋友 來到這裡可以自由自在地 講到他們的 內心的世界是什麼 不用擔心 別人聽到 之後會有什麼後果 不用口是心非 不用這個腦子想著是NO的 口就要說YES 不用擔心獨灰 不用擔心洗腦 他鼓勵你 去講你自己的意見 給你獨立思考 不會所有事都不會說是一個model answer 一定要是這樣 如果不是這樣 你就有後果 不是這樣你就會 扣分不是這樣你就會 升不到班 不是這樣你就不合格 有很多他們可以讓你自由發揮 尤其是民科 這個是 在這裡的教育 的好處所以很多人想來 吹之揚磨的原因在這裡 很多老師都想來 因為他想有一個好好的教學環境 不像香港那樣 要瞻前顧後 要想那麼多事 說句話也會有後果 在Facebook寫句話也有 擔心在WhatsApp裡面 說句話也可能會 遇到一些困難 不用擔心 所以 兩地一比較大家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做 為什麼會上來 原因就是 這麼簡單 這個是 人性的 很自然的反應 當然大家不要低估 來到這裡有很多適應的 時間呀適應的問題出現 找事做就不是說 一來就很多人 張開雙臂歡迎你 你們需要很努力 才可以找到自己適合自己的工作 我希望大家可以 如果真的來到這裡的話 要有 心理準備 還有 要明白會有一段時間的適應期 有些會有些不開心 但開心的時間會多些 我覺得 暫時聊到這裏 繼續我patreon 支持我心情有快的channel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我